我们现在讲的是 怎样有动力 我们亲近神 尊崇神 侍奉神的动力是什么 例如 可以很大的提升 如果你从小听神的话 你的生命可以很大的提升的 那什么动力的 什么动力 从哪里来的动力 这里 我从圣经找到 看到有四个动力 其实这个第二 现在我转为第一 第一 第一个动力 第一是什么呢 现在你读第二个 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动力 一起读 神极爱我们 然后西方语书上这十节 祂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这个是最重要的动力 神很爱我们 神很看重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每一个都是很宝贵的 祂看重你 有些说我们自己不看重自己 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 但其实我们每一个都重要 你相信吗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最重要 是不是你的物质 这个方向你要调教 看什么方向 是不是你有的物质 是不是你有的最重要的 有一天你所有东西都没有 只有一样东西停留在你身上 是什么 什么都要过去 你所有的 现在你所有的都要过去 有一天 我们的钱都没有用了 我们的物质都没有用了 你所有的家人 也不能帮助你了 你有的只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怎样 你怎样建立 这个就是你所有的 有一天你所有的 就是你怎样在神里面建立你的生命 所有都要过去 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 很宝贵的 但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生命重要 我认识有些人 他说我放弃自己了 我觉得自己没有用了 我很担心我肉酬低沉 我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的内心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用 因为他们不相信 这个圣经很重要的教导 我们是很重要 我们是非常宝贵 神看中我们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上面的 神掌管一切 他凡事都有 所有一切 历代记上 二十九章十二节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 强盛都出于你 世界都属于和尔 使人尊大 强盛 就是说 你能够成为伟大人 是谁令你成为伟大的人呢 是神 神是掌管一切的 他有能力 叫你成为伟大的人 谁会成为伟大的人 就是你爱神 尊重神的人 就叫你伟大 然后第三点 爱神 亲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必蒙福 和必备提升 神就必定提升你的生命的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神为爱的人所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这是你爱神的时候 神就为你预备所有 有些人以为是这样的 信耶稣就有所有福气 这句话 可以是真的 可以是不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信耶稣包括你的生命 被神改变 有些人以为信耶稣就是头脑相信 信耶稣了 他以为他就是 头脑信了 就以为他是必定蒙福 但圣经里面其实 不同的经文讲到祝福的 都是讲到当人爱主 当人献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当人尊重神的手 都是讲到当人尊重神的手 然后他蒙福 不但是你信耶稣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 他们信耶稣 但生命很多问题 有没有见过 他们家庭吵架 整天不开心 睡觉睡不到 情细不好 整个生命就是破坏 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 老徐曾经告诉我们这些故事 他说 有神学生 他们毕业了 做了牧师 但后来喝酒 然后他们失控了 当他们喝酒 醉酒的时候 后果是什么呢 家人不要他 教会不要他 后来他做什么呢 他变为无家可归的人 以前去牧师 现在无家可归 是不是很可怜啊 就是说信耶稣不代表祝福的 信耶稣 真信耶稣 你必定有生命的改变 你就必定蒙福 你听爱神 尊重神 你必定蒙福 但如果你信了耶稣 但生命是很多破口的 很多罪了 很多烦恼的话 你的生命未必蒙福的 所以这你说什么呢 你爱神 神是最宝贵 我告诉你 我有动力去服事神 直到我最后一分钟 在世界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服事神是最好的 爱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这世界上谁对你最好啊 除了神在地上 谁对你最好 母亲 母亲 你的家人 父母 父母 是的 父母很好 但我问你 你的父母能够帮助你 进天堂吗 不能 你的父母能够帮助你成为 一个有智慧的人吗 不能 还是 需要你自己怎样 跟从神是不是 谁能够帮助你成为伟大的人啊 只有神能够 所以我的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神是我的一切 我极度喜欢神 我告诉你 我每一分钟都喜欢神 我想到神就喜欢 我想到神就说 有神真好啊 神真美好啊 我真的喜欢神 我真的欣赏神 因为神是这么美好 祂是所有福气的来源 如果我们的神 是很残忍的 我们还需要信祂 因为你不信祂 祂必定惩罚你 但我们的神不是残忍的 是不是 祂是充满爱 而且充满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神 是非常有福的 是不是啊 非常有福的 所以我们尊重神 侍奉神 必定蛮福 然后第四点 犯罪不尊重神 不侍奉神 必有破坏性 药汉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这是犯罪的时候 然后你的内心会破坏 你的情绪会破坏 我想问你一下 你平常的时候 是在什么状况 是沉闷呢 不开心呢 是很开心呢 很喜乐 普通人都没有原因 很喜乐的是不是 普通人有没有原因 很开心的 基督徒是不是 每个基督徒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有神正好啊 哈利路亚 神正好啊 你是不是常常这样的 都不是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多时候 家人这么不好啊 他们骂我啊 伤害我啊 很多困难啊 是不是 我们也会被一些情绪影响 是不是 这些情绪有没有破坏性 有的 所以没有信靠神 就没有喜乐 少亲近神 也没有喜乐 这样的话 你的里面就会 枯干 就会困难 所以你想生命很好 很简单的 你就是看中神 爱神 喜悦神 赠从神 服事神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 所以我 我不会选择其他的路的 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看见我的同学们 我是在一间很出名的学校 这些学生都是很好的学生 但我看到他们都是看中成绩 都是看中要怎样 做得更好 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些 习葵啊 普通话怎么说 习葵 不是习数 不是羞愧 不是羞愧 就是好像商人很多时候要赚钱 就用他们的方法 习葵 他们就是追求世界的事情 他们读书 他们都是很好的学生 但他们家庭有钱 为他们预备了补习老师 帮助他们读书更好 他们的方法不会告诉人的 我的同学们 他们都读书很好 当我看到他们 这种很好的时候 看到他们都是 好像为读书而读书 为赚钱而读书 我的心里面是有抗拒的 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 后来当我知道有神的时候 我就说 有神是最好 因为神才是有完美的祝福 完美的一切 天堂才是完美 地上是不是完美 地上是不完美的 所以我看到世界上的人 我都觉得 希望 我觉得有希望的 当我认识神的时候 我说有神真好 我每天醒过来就说有神真好 哈利路亚 真的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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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每一天都很开心 我就发觉跟从神 神将我整个生命就提升 阿们 我希望你们记得这几点 先读第二点 这里 这是最重要 第一是神 极爱我们 神掌管一切 然后爱神 亲近神 正从神 侍奉神 必蒙福 和必被提升 然后犯罪 不正从神 不侍奉神 必有破坏性 那我问你 你想选择哪一条路了 懒惰 随意生活 吵架 不开心 还是依靠神 处理生命 整天都开心 平安喜乐 你想哪一条 是的 这是完全的跟从神 我希望你们从小的时候 就决定 我要跟从神 神能够凡事祝福我 神是最好 这个就是动力 这四点 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跟从神 必蒙福 爱神必蒙福 整个生命必蒙福 整个生命就大大的发挥 你永远不会 不会后悔 你永远说 我跟从神 爱神是最好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你就说 我爱神真的是最好 最好 最好的 好的 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应许 但很多没有留意这些应许 只是用律法 不需要用恩典 但我们明白 跟从神这么美好 第一是 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眼镜 为人看见 耳朵 为人听见 人心 为人想到的 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反应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谁在告诉你 他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你坐在一个基督徒身上 什么好事 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 对你做好事的 他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你看到周围的基督徒 你看到有什么地方需要 你就关心他 你就不能不得赏赐 必得赏赐 是不是 你会不会争取机会去祝福人 争取机会 而且学习怎样祝福人更好 学习怎样帮助人 怎样用恩典鼓励人 让他们看到神很看中你的 我也看中你的 你跟从神必定蒙福的 你整个生命都可以蒙福的 你们拍照片 打横 打横 手机打横 好了 第三 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的 神称我们为义 所以人怎样说什么话不要紧 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说 这个姐妹说 她说 有人说她 什么不好 不及人 你这么慢 她就觉得 别人说她怎么慢 就觉得自己 没有用 不敢放胆 去跟从神 但其实 我们知道神 称我们为义 神已经赦免我们 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 圣洁的 我们悔改 信主 我们是圣洁的 我做了神 吩咐的 人说我怎么样 都不要紧 其实 人要批评你 什么都找到的 是不是 他可以说 你不够聪明 你不够高 有些 他们可能看不到 他们可能说 耶牧师 你是光头的 只是 只是 找到一些东西 就批评了 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知道 人怎样 控告我 不要紧 因为神 祝福我 保护我 而且 西方亚书 三章十七节 耶和华在你中间 必因你 欢心喜乐 莫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 而欢呼 神是怎么样的 祂见到我们 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 当我们 亲近神的时候 所以你每一次 亲近神 你就相信 现在神看到 我亲近祂 祂就笑了 祂就欢呼了 哇 我们知道 神这么开心 我们也可以开心 圣经说的 信心是什么意思呢 神说什么 我信什么 就是信心 神说祂开心 我就相信祂开心 我就跟着去做 我亲近祂 尊重祂 爱祂 我就知道祂 因我欢心喜乐 现在神很开心 你现在对神说 神啊 我真的很爱祢的 我真的很爱祢 你是很宝贵的 你真的很宝贵的 我真的喜欢祢的 你真心这样说 神很喜悦的 神会说 我喜悦你 我祝福你 我会大大的祝福你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大大的 相信 神说什么 我就相信 我就跟从什么 神说爱祂 祂就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 神爱祂的儿女 我就相信 每一天都是神所爱 你就每一天都开心 我信 每一天都开心 我亲近神 神就喜悦 感谢天父 我没有原因不开心 我是制告神的仆人 我是制告神的儿女 我现在在尊重神 神看着我就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就很开心 这个就是 我希望你们都去活在这种状态 既然就去恩典推动 神很多应许 我去活在恩典中 我去享受生命的 很多人不懂得享受生命的 吃东西的时候 没有留意食物的味道 没有去享受 医生人都去做工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没有想到 空气这么好 你试试放松自己 深呼吸 有没有觉得舒服的感受 有 深呼吸也舒服的 你试试放松自己 放松身体 有没有觉得舒服 这是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很奇妙 而且你赞美主 又放松身体 啊 耶路亚 你试试这样 啊 耶路亚 啊 耶路亚 啊 耶路亚 神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 但很多基督徒是活得好像孤儿这样 常常都是很辛苦的 我们是可以活得开心 喜乐 这个是活在恩典中 你就告诉人 跟从神是最好的 神很多恩典给你 神会提升你 神会感动你 神会改变你 你为什么 为神做什么 神就祝福你 这些就是恩典了 你每一天都可以开心 我想问你 很多人去旅行 为了什么呢 旅行 开心 你有没有曾经去过旅行呢 跟人坐在一起 这个旅游的大巴 旅游的大巴的时候 人是不是常常都开心呢 有些时候他们会说什么 啊 为什么 这个地方啊 怎么什么不好啊 这些食物啊 不好啊 在家中吃得更好 有没有听过这些话 在旅行的时候 他们去旅行也不享受 他们只是看到不好的东西 人说 你的老公老婆很好啊 他会说 但是他有什么不好 总是看到不好的地方 其实你的家园 有没有好的地方啊 有 我们就可以感恩 感谢神 虽然我的家园有不好 他还是有好的地方 这个就是感恩的心 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都开心 这样就享受生命 你有没有享受生命啊 我告诉你 我跟我的太太 是常常享受生命的 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有要成一部 特别的小巴 因为这个是 这个我住的地方 是没有公共教 而且去到的 这个小巴有指定的时间 承达这个小巴的 有一次 我们去到的时候 刚刚这个小巴走了 我们就要等二十分钟 但我就对我的太太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享受 开始拍拖了 意思说 不要紧 这个小巴走了 我们现在可以享受 等候这个小巴 我们可以享受一起的时间 我想问你一下 你现在享受吗 你听这些鼓励性的话 神这样喜悦我们 神开心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欢呼 你可以享受吗 有神正好 但很多人 在很多情况应该可以享受 都没有享受 我们可以每一天 享受神每一样恩典 你就每一天开心 有人就问你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你就说因为我有耶稣 耶稣令我很开心 很多基督徒 你看到你去教堂 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很开心呢 是不是真的开心呢 他们不是 是不是整天都开心呢 很多小都不是 我告诉你 喜乐是选择的 我们不会自动开心的 我们需要选择 就是说 我选择感恩 选择赞美主 选择唱歌 是的 选择思想神的美善 选择开心 那你就可以整天开心 你不选择的话 人平常都是 要做这个 做那个 都是整天都忙碌的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的情况 comments 什么事 我跟您说 你不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